卡车边按喇叭边朝着拉法过境点开过去 志工开心地拍手欢呼唱歌 以哈战争刚满两周 加萨苦难民众的生命线 20辆卡车终于首度获准进入 加萨这一侧空卡车早就排队待命 等着接收 根据BBC的报道 这些卡车装载的物品 除了水 食物 医药品之外 还有一车是棺材 医药品方面 包括可供235人使用的可西式医用袋 1500人份的慢性病药物 30万人三个月份的基本药物和卫生用品 巴勒斯坦援助组织表示 战前每天约有500辆援助卡车进入加萨 包括世卫 世良署在内 等5个联合国机构发表共同声明 除了呼吁停火 还表示必须立即不受限制地 向整个加萨提供物资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 第二批货物可能23号送进去 大海新闻李玉方编译